今天是夏至 天气真的非常热 未来几天依旧会如此的高温炎热吗 气象的资讯我们要请教宣统了 好 谢谢舒函 今天讲温度之前我们先来谈谈降雨 因为气象主在稍早的时候 已经针对了十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曝 特别是针对整个大台北地区 以及在中部以北的各县市山区 同时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在新北的乌来 还有在新店已经发布了山区暴雨 在新北的乌来更是过去一个小时的湿雨量 来到了50毫米以上 新北市也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通知 要特别提醒 如果现在你所处在的位置没有下雨 未来的一个小时之内有极高的几率会下暴雨 而在如果你现在已经下雨了 那么在室内躲个40分钟左右 这雨就会逐渐的缓和下来 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 基本上看的都是太平洋高压 如果它越往西深 台湾的天气会越来越稳定 而且降雨会更偏重在山区在午后的时间点 那么我们在昨天也提到 在广西 广东 还有福建的东南部地区 虽然这几天的雨是有相对的缓和 是因为太平洋高压牺牲过来 但是在广西的桂林 雨为什么会这么的大 就是因为在太平洋高压 牺牲的范围还没有办法足以勾到它所在的位置 所以它的降雨量还是来的比较大一点点的 甚至在未来的几天 可能雨都还是会持续的下 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要留意一下 再来南海这边的系统 在礼拜日 礼拜一的时候 有可能会发展起来 但是发展成台风的几率并不是很高 对于台湾的影响也不高 顶多在礼拜一 礼拜二的时候 水气会稍微增多 在南台湾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的震雨 午后雷震雨的几率也会稍微的提高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降雨部分 在礼拜日之前 降雨都会比较偏重在山区 还有在北部地区 而到了礼拜一 礼拜二 全台各地的午后雷震雨几率会稍微的提高 另外就是刚刚提到的 南部地区震雨也会增加 而到了下礼拜三 太平洋高压更强势了 整个降雨范围会再度的线缩 最后要看到的是温度部分 在今天最高温是出现在高雄的美农 有37.5度 而在大台北地区也出现了36.5度的高温 今天如果你都已经觉得热了 那下周三之后还会再更热 甚至体感温度会飙到44度 以上是这一节的气象说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